身体不健康好好想想 你的妄念太多了 杂念太多了 最引起身心的不健康 那什么是念头最健康的呢 念阿弥陀佛最健康 你能够万元放下 好好地念一个月的佛 保险的身体 到积院检查什么病都没有了 科学家跟我证明的 为什么 前几年 那个山西小院 40多个带癌症的人 医生都 放弃治疗 让他们回家去 告诉他存活的时间 只有两三个月 这些人是学佛的人 知道 两三个月就要死了 他们就来客期取证 怕也没用啊 没用嘛 就是老是念佛 心里的只想佛 只念佛 病呢 就没理他了 没有想到自己病了 三个月之后再检查没有了 人完全健康 医院感到非常惊讶 这奇迹 你们用什么东西治疗的 没有 科学家告诉我 这真有效啊 所以这个 新型科学 现在也有障碍啊 当该哪呢 当该是医生 这个医生不就关门了 医院关门了 但是他是真的 他不是假的 这是个革命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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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革命心的 这是革命心的 革命心的 革命心的 我们人要去身心健康的时候 求自己不要求别人了 也不要去找什么 补平呢 就找上个高明医生了 不需要了 统统不需要了 阿弥陀佛真的是大一王了 找到一个阿弥陀佛就行了 什么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里头最终也讲 放下 当年陈小旭我叫他 就是不听话 我叫他们念头转过来 他希望他学讲经 讲十三要道经 我有这些参考资料 你天天听 天天读 天天学 别想你的病 他就没事了 可是他怎么样 一天到晚 我这个病会好吗 完蛋了 这一年就完了 好不好都不要去想 想好也不行 想不好也不行 为什么 你这个念头在养他 你把这个念头断掉 这病的营养就没有了 病就会好了 人没有死 病死了 病就离开你了 你这个念头不断 这个我们着急 不听话了 真听话 真听话就真没死 今天量子力学家 支持我们 佛经不是迷信 生病可以不要意料 自己真能治好啊 今天研究这个前卫科学的人 越来越多了 信心的科学 那我们在看到的一个 夏威夷的 土著的 这个治疗的方法 他用于你 那这种医生告明了 这个医生不要跟病人接触 各级千里路 都没有关系 只要把病例给他看 他就能给你治病 他治病的方法很简单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观想 想什么呢 想病人的身体 跟我是一体 自他是一不是二 然后用意念治自己的病 自己的病治好了 对方就好了 这很稀奇 听说现在美国跟日本 很多人在习 啊 那么这个人也许啊 最近会到香港来 他到香港来会跟我见面 不容易啊 这都真的不是假的 他不是只一个两个 他治好了好多千 好几千人呢 秘诀就是 秘诀就是 自他十一不是二 他要来见我 他有福 我会叫他 观想阿弥陀佛 你跟阿弥陀佛之一 不就到基罗世界去了吗 你不就成佛了吗 那这个基础理论你懂吗 好叫啊 上上个人的 这个人是个慈善家 给人治病不要钱的 他治好那么多人呢 在夏威夷 有个神经病院 他把那个病院人全都治好了 病院就关门了 没有人了 有这种本事 这一般意识没办法 做不到的 所以这就是老祖宗游下来的方法 高明极乐 你要不相信 说他是迷信 那就没办法了 为什么念头 你不相信 决定这不好 所以你信心 主宰了你一切 这个事情 很多年级前 我住在美国 有一次 感冒 同学带我去 看一个医生 医生是中国人 他替我看 我告诉他 我说 医生 怎么会把人病治好 那个时候 还没有这些知识 我的想象当中 信心 病人 对医生有信心 医生对病人有信心 这很容易治好 如果病人对医生怀疑 对药物怀疑 他确定这不好 那 同样一个道理 医生对病人 要没有十分把握 没有这个信心 没有十分信心 这病也很难治好 他同意我的看法 确实 心里 足在一切 你这一个人 你是有福 过得幸福 还是你这一生 过得灾难当中 统统是你念头 你的念头 决定了 这一生的 疾胸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对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